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 这个施工呢 我先说一下这个施工的哪里 十年前 风华姊妹她还在做其他的施工 在校园施工的时候 《市民记刊》就有读者 就发现在中国国内有人自杀 他们是约团伙自杀 这种现在中国国内的政府 他都把它不拉不让我们知道 因为这个很丢他们的人 但是当时他们向我们报告以后 《市民记刊》你知道《市民记刊》的办公室 平时就是王牧师师母就他们俩 他要做这个事他就没法做 其他的还有一些部分时间的同工 以前 现在今年夏天以后 这个风华姊妹的先生林弟兄辞职了 他才能他才来全时间的在《市民记刊》帮忙 以前《市民记刊》的王师母 王师母真的是很有神的恩赐 他很会找人 他就把风华找来 他把风华找来就做这个事 然后风华就当时不记得吗 刚才那个那天晚上十年前 那个小蕾弟兄大呼一声说 他要跟随耶稣吗 然后就从那时开始 他就跟随耶稣 然后风华姊妹就门徒造就他 他就跟着一起边做边学 我呢是十年前 我就在想我下一步是否方向感动 我之前也一直做校园施工 我看这你看那两口子 是我以前我们校园施工的 我以前一直做校园施工 后来我去了印第安那 就发现那个校园施工不需要我了 我就想我下一步做什么 我也读了《圣经福导》 所以我就开始在《市民记刊》写文章 王师母就发现我写很多 这个很应用性很强的 所以王师母就跟我说 你要不要帮助孟华 这就我们这三个人就成立了这个团队 是那团队呢 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是从辅导自杀 自杀的时候就发现 很多人是有严重的心理精神问题 什么精神问题 就是各种各样的抑郁 造房 双向 就是bipolar 还有6 freemian 然后就是精神分裂症 然后严重失眠 有一个失眠的弟兄经常一口气 十天不睡觉 就经常崩溃 有各种各样的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就做这个事的时候 就又开始 然后就又 有这个 我们就有抑郁 亲生 各种各样的精神问题的辅导群 辅导群 在辅导的过程中 我们就发现呢 这很多人是因为人际关系的问题 跟他父母的关系不好 配偶的关系不好 孩子的关系不好 其实都是关系的问题 不负责任 然后 英文叫procrastinate 英文叫procrastinate 就他该做的事不做 越急越多 然后最后就精神就崩溃了 所以呢我们就又开始做 婚姻辅导 家庭辅导 亲子关系的辅导 然后呢 后来就是 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后来就做 各种各样综合性的辅导 我们什么都辅导 没有不辅导的问题 除了我们不辅导要务 为什么 因为在美国 辅导要务之类是有法律责任 我们不想有任何法律责任 因为我们也不赚一根钱 我们全是义工 所以我们 所有的 人们都会说 我们都会说 我们直接跟你的医生说 我们只是告诉你原则上这个药物是怎么回事 但我们不给任何药物建议 所以任何人跟你说 这要先说什么药什么药 那都是胡说 我们不承认 我们没有给 我们不给他药物 OK 所以我们就发现 所以我们就发现 其实所有的人的问题 很简单 最后 不管他的外表是什么样的 最后其实都是牵涉到人的这个罪的问题 人的这种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 他不符合圣经真理 到最后 反正就是我们在这个辅导过程中 我们越辅导 我们对上帝的话越有信心 就发现神的话 太有能力了 就像圣经上 他应许的一样 真的 所以我们最模糊了 所以我们越辅导 越坚信 圣经他可以 就像那个 彼得前书一章 六节还是九节说的 神的神能 有能力神心 将一切关于生命和前进的事都告诉我们 圣经可以解决人所有所有的问题 然后呢 而且就是我们中国国内的海外的呢 我们一般辅导原则是这样的 我们不取代实体教会 我们是鼓励 如果你还没信主 我们首先 如果你愿意接受圣经辅导 因为我们跟你讲得很清楚 我们的标准就是圣经 然后呢 你没有教会 我们就帮你找教会 如果你有实体教会 尤其是你是海外的 我们辅导这种有抑郁 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人 我们都要求你的实体教会 有一个比较靠谱的基督徒 也就是他比较非所 比较中心的基督徒 陪着你一起来 在我们群里面 OK 所以我们 我们是群辅导 因为你知道 现在说到这儿 你就会发现 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 各种各样的辅导平台 主要在微信 虽然我们都知道 微信对中国政府 我们是透明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用微信 因为我们辅导很多社会下层人士 他们唯一的可以上的 可以跟我们联系的方式 就是微信 你没办法 如果它的水平高一点 那我们就用电报啊 就用Enigma啊 就用其他的辅导方式 其他的平台 但是绝大部分的辅导 它都是在微信上 也没办法 虽然我们知道是透明的 这也是为什么 你看我的微信 主号一直是被屏蔽的 我只能看 只能私下跟人家联系 但是我们 一直坚守这个政理 就是因为 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是秘书 生命记刊 现在又有 基要福音派传造人联盟 所以很简单 就是我们的立场 宣言 我们相信的所有的内容 你查生命记刊的平台 你就可以看见 那就是我们的 所以我们 我们是隶属生命记刊 所以我们服在生命记刊的 这个目者团队的权柄下面 所以经常如果我讲课讲错了 他们批评我 我要认罪悔白 而且你要听过我的公开课 你会发现我上面讲错了 下一次我一定公开的 向所有人道歉 我们还有网络的 这个培训 为什么 因为我不可能我们三个人 做这所有的事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就是那些热心的 我们有很多自己 或者自己的家人 陷入严重的心理精神问题 他们跟着我们一段时间 我们就告诉他怎么学习 他好了 所以他很感恩 他也想服侍 他就加入我们 做我们的统工 待会我们还有一些 就是我们培训的统工 他们会做一些见证 所以我们 我们有 统工培训 我们培训有 真理一阶 蒙约二阶 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 这种公开课 OK 所以呢 你看现在社会人的问题 心灵饥渴 心灵昏昧 饥渴 饥不测食 饮症之渴 愚昧无知 错误选择保持苦果 苦果难艳 仇苦不堪 凝眼昏浊 看不见希望 自我中心越陷越深 总而言之就表现成 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困境 各种各样的影 各种各样的影 我们什么样的影都见过 你想象的 你知道的 我们都见过 各种各样心理精神的困境 因为我们已经做了 八到十年了 我们现在群 有上百个群 多半的群 每一个群 有大几百人 有的群有两三千人 就不是在微信平台 微信平台很多群都是满的 都是五百人 对 所以 我们用群辅导 它就有这点好处 群辅导呢 因为刚开始 我们也是在摸索 因为一般的 我们所知道的圣经辅导 都是一对一的单个辅导 但是呢 因为现在需要太大了 你不可能一对一的单个辅导 我们就做群辅导 做群辅导呢 你就不可能每一个人 你这么细腻 你就不可能 就是像一对一的那种辅导 那样的跟踪 当然我不是说了嘛 就是如果他不在我们 策畅国内的话 我们是要求他的 教会有个靠谱的 同性的弟兄姐妹 陪着一起来 然后我们要不只作为 就有人跟踪 但是群辅导呢 我跟你讲 它有几个大好处 其中一个什么大好处 因为我们的群 已经成立了八到十年 所以我们群里面 很多群友是闹 群友 闹群友是什么 也就是说 他自己的生命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所以上来呢 我们的群的分工责任 是不一样 我们的这个 凤华子妹 他负责 他做的事最多 说实话 他负责招募这些同工 培训同工 还有所有的平台的搭建 他是幕后的英雄 我是主刀大夫 主刀大夫上来 三下五下二把他的问题 分析出来 指出下面要怎么做 所以呢 所以呢 主刀大夫 一般的人会觉得 我很冷酷 上来说 小金老师怎么没有爱心 上来就把我的问题指出了 让我做这做了 然后就有些人 就会还会骂我的 但是呢 群服道有个很好的好处 我们群里马上有群友说 哎呀 你可千万不要像这样说 三年前或者五年前 我进这个群 小金老师就这样说 说了 我觉得很冷酷 一点都都都不可爱 都不爱我 然后其他群友跟我说 小金老师让你读的公开课 你先读一遍 要你做的事 你先做一遍 做完了你再说吧 他说我一做 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我没问题了 所以他就说 我不是 我们都是直接 分析他的问题 直接把他指到 耶稣基督面前 他只要这都做 他就好了 所以这就群服导的好处 就是哪个群 总有很好的见证 所以呢 你看我们的同工 我们经常就把我们的见证打包 同工们帮帮我们分发 然后我们的这些 东西 同工们都帮我们做很多 所以你看我们现代人的问题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现代人的问题 我就只拿了一段圣经 这句话 你可能刚开始读的话 这是读的话 这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天的见证 OK 耶华的律法权备能苏醒人士 他就针对人心灵昏昧 即可 即不测试 应征止渴 就是 耶华的律法度确定 能使愚人有智慧 世界上愚昧人太多了 而且很多人昏然不知自己是愚昧人 所以他就针对人的愚昧无知 错误选择 其实我们发现大部分人的问题都是自己的罪造成的 或者是旁边人的罪造成的 然后耶华的训辞政治能快活而行 这是什么 这是管你的情绪 发现很多人就是情绪不好 低落 难受 然后用神的话可以帮助你分析你的情绪 我们也教导他怎么分析情绪 耶华的命令捷径的明亮人的眼目 你看就是 您眼的昏浊 看不见希望 所以才绝望 才想自杀 才觉得没有出路 神的话可以帮助你 发现没有 都不是我们自己 我们只是 对神的话非常认真 而且相信 一定管用 我们只是介绍你 我们就像一个美人一样的 像个红娘一样的 把你介绍到耶稣面前 跟你说 多好 多好 你一定要相信 一定要操练 都比金字可羡慕 且比极多的金字可羡慕 比蜜甘甜 且比风放下底的蜜甘甜 这什么意思 这就是你的价值观 是不是 你会发现 你价值观没改变的时候 读圣经觉得像那读一样的 啥滋味也没有 你看任何东西都不想看圣经 为什么 你价值观没变 所以你不看中神的话 但是你慢慢操练操练 神的话在你生活中 真的变得活了 那你就开始宝贝他的话来 你就慢慢从自我中心 变成上帝为中心 喜欢他的话 那时候就好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 我们刚开始的几年 就是风风补补 谁有问题 咱们就处理他的问题 然后把他的问题打成包 给分发到不同的群 我们现在光 在微信上 抑郁等各种各样的精神问题的辅导群 就有十个 十个什么 每一个群有100到四五百人不等 然后很多 他就是 他教会不知道怎么处理的 教会就 我们就跟他说 你可以带着他一起进我们去 跟着一起学习 你再去学什么 你私下在实体教会 你就督促他怎么做 怎么做 就这样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这个恶人就让我们做了 为什么 因为你在实体教会 你直接把那人狠狠地训一顿 那人就跟你 跟你记上仇了 我小秦在网络上 我狠狠地把你训一顿 我告诉你怎么着 然后你在实体教会 小秦老师就这样说 你就这样做吧 你就做好人了 是吧 恶人让我做了 所以我们刚开始是缝缝补补 修修补补 后来我们就发现 你不能天天去跟他 去缝缝补补 你看这个 这几天的讲道 你听了 那个赵约翰牧师说得很清楚 你的基要真理 你不清楚 你搞不清楚那个真理 你才歪歪溜溜 所以我们要建造 这就为什么 我们大概在 我们从 差不多两年 三年半以前 我们就开始讲公开课 我们的公开课应用是很广的 比方说像这个 我们基要 像那个基要福音真理 这个 像我讲那个约翰福音 我虽然是讲了食堂 我就是讲 撒玛利亚妇人 讲什么 就讲淫妇 比方说一般的人 很多家里出了外遇的 去不过 找我 我说你先把我的 约翰福音公开课 那几个关于撒玛利亚妇人的 你读完了 你再说 多半的人读完以后 就跟我说 小千老师 我现在觉得上帝对我很好 我其实在上帝面前就是个淫妇 我比我那个配偶还糟呢 就好了 你看见没有 其实说穿了就是 你有什么标准 用什么立场来看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的创世纪公开课 我讲创世纪公开课 我也是因为你要发现创世纪中有人类所有问题的这个刚刚出来的都有形态各种 然后你自己在讲公开课的过程中你把这个问题是怎么造成的讲了 然后这就为什么就是很多人 我今天在这碰到那个姐妹 忘了是谁 她跟我说 她这几个月都要 前几个月要死要活了 就是回家把我们的公开课好好听来 现在就好了 生命改变了 哪个子没事 是吧 谢谢 对啊 所以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见证 所以呢 我们的公开课就是针对是建造他们 建造他们 所以我们现在的公开课系列已经讲到非常多 你看我们讲教养儿女系统 金金师母 你看我们都是找到很好的讲员 都是基奥福音派传道人联盟的很多 金金师母 还有凤华子妹跟我们讲这个教养儿女的系列 圣经世界观价值观系列 石敬书牧师跟我们讲 然后还有我们的基奥福音派传道人联盟的宣言 很多教会是说 哎呀 这个帮助我们写我们教会的宣章 非常好 就是还有冯伟牧师跟我们讲 这个常见的福音问题问答系列 还有这个黄耀明 牧师跟我们讲一系列的粗心造就 这样的话 没有声音了 这样的话你在国内的 在北美我们的资源比较丰富 在国内很多小教会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资源 所以经常国内的那小教会 全教会一起来学我们的东西 就是这样 但是我们反而不会强调 以你的实体教会为主 你必须参加你的实体教会 我们这是帮助你 给你一些资源 OK 这是给你一些资源 所以 我们的这个公开课干什么 反应都很强烈 但是呢 我为什么说我们家 我们亏了这个风华老师 你知道我们自从疫情开始 我们很多人是在中国国内 中国的到处封杀我们 所以我们的平台 有一次平台 新平台出来几个小时就被封了 我们在那个疫情之前 我们的文章 一篇文章阅读量是55万 连封几次以后就只剩下2000人 人家都找不着我们了 他们就不停地跟着我们后面封杀 所以呢 封华呢 他就是技术大拿 都是他自学的 就想尽一切办法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那个 做成各种各样的 可以在中国大陆转进去的 这种方式给他们 是这样 以前我们还可以跟踪 现在我们都没有办法跟踪 到底是多少人了 因为没办法 因为他封我们 就像这次的zoom的这个 都是这样的 我们都不敢提前告诉国内 就是在这进行的时候 才能够说 你看这是我们的公开课系列 然后呢 在我们的辅导 我们这些年的辅导过程中 我们发现这个信徒的普遍问题 这是我们经常跟牧者讲的 牧者信徒的普遍问题 我相信牧者们自己 也可以看得见 就是第一 信徒普遍自己学习圣经太少 太懒惰 属您的方面太懒惰 OK 都等着人家来喂 都等着 经常有人问我问题 我都说 你脑跟我说 你的孩子很满足 我怎么发现 你比你孩子还懒 就是这样 他把圣经一翻就答 他也要问 OK 第二就是 不知道已经解经 不知道已经解经 普遍用自己的感觉 我想怎么解就怎么解 很吓人的 我想怎么解就怎么解 然后用自己的经历 自己的感觉 自己的经测 所以就经常断章取义 经常断章取义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讲公开课的时候 我们在我们的课程当中不停的强调要怎么样解经 因为我们发现了其实基督教圈子里面的问题其实都是解经的问题 如果你读是指导 第一是你不读 第二是你读了解经的问题 第三是深受心理学的影响 心理学特别好的 为什么 那是最好的推卸自己责任的那个人家都给你给你成套的这个这个体系让你推卸责任 干嘛不用呢 就是深受心理学的毒害 中国国内美国也有很多教会的牧师的师母就是专门搞心理学就在教会旁边开诊所赚钱 所以你有问题牧师就refer你看师母 然后他就赚了一笔钱 然后国内的心理学 很多人来我们这儿说他们见心理医生一个小时上千块人民币 看了好多年没看好 到我们这儿来三个月就好了 为什么 就从自我中心转到以神为中心就好了 第四就是成功神学拜菩萨心理急功近利上帝满足我今生今世的欲望 这种信仰是非常普遍 所以普遍的那种教养孩子的人到我们这儿来都是 有没有什么药片的 没有用这个话 那意思就是这样 你要给我一个宁丹妙药 我往我孩子身上一按 孩子又听话成绩又好 我想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 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自己最好别敢 我还是我的老样子 第五就是律法主义 不思想 只想守一些教条 经常有人跟我们说 你跟我说一下 一二三四五 那就行了 看见没有 就是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我们见得多了 因为我们不用那么多群 我们经常面对的就是成千上万的人 所以知道这个问题 我们就经常从他们针对他们的问题 就写一些小短文 或者在公开课中特别讲这些问题 好举几个例子 这个是太吓人了 不讲这个 进去以后 我每天都在听老师的课 我家弟兄说我终于改变了 自己改变 以前他说我的时候 和老师说的道理就是一样 我不肯听 除了有老人家的因素以外 最大的原因 当然是我内心的骄傲 不肯谦卑顺服 实在很感恩 感谢神 在还没有太迟的时候 还有机会学习顺服丈夫和顺服神 还有机会回转到神面前悔改 还来得及管教幼儿的时候 悔改了 你看见没有 就是自己生命的改变 好 第二 这是个双向 双向 亲爱的 凤花姐 小心姐 很感恩听你的课程 我四年前左右被侦断完 bipolar 一直吃药 他们都是 吃药很简单 因为你不需要自己努力 也不需要生命改变 吃药 一直吃药 情绪也时好是坏 医生的意思是一直吃药 听到你们的课 如何对付自己的负面情绪以后 感觉自己所有的问题 真的都是错误的世界观 价值观造成的 也感觉到 圣经在医治我身体和宁魂方面的充足 真的让我重新有了盼望 不再给自己贴标签 贴标签什么 就是我说我自己有什么心理精神疾病 而是学习伊历理 学习约伯 重新审视自己的心 一切的问题 真的都是自己读上级的话太少 和上级的关系 出现问题导致的 以后真的要更加殷勤 好好读经 像这种见证太多了 过去这些年 再看这个 这个是个W弟兄 W弟兄他都在我们群里面叫 他说 哎呀你们请问我祷告 我有幻听15年了 我现在吃西药中药 看心理医生祷告 但幻听总反复 没有办法 没法脱身 现在我听见一个上海中年女人的声音 把我内心的想法说出来 嘲笑我 我心里像一坛火在烧 我很想打人 我又想咬人 但那个中年妇女不但的用上海话叫我自杀 请你们为我祷告 希望我能够尽快恢复 正常谢谢 好 跟着我们群里面 另外一个姬弟兄在我们群里很久了 姬弟兄就说 你要大量读圣经 转移注意力 他以前我也有这种情况 他说我一开始大量读圣经 每天读50章 坚持七天 我的幻听就少了一半多 基本不影响生活 之后坚持了半年 幻听就完全好了 就是用取代法 圣经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取代法 因为说穿了所有人的问题 其实都是思想内容问题 你看我们一般辅导人 我们从来不问他思想内容想什么 我们都问他 你感觉怎么样啊 你做什么 你说什么 所以一般的人 他们遇到严重的这些问题 他们来找我 你知道我们都问他什么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在想什么 你要问他的思想内容 你在想什么 看见没有 要从思想内容开始下去 你怎么反应 你在想什么 好 下面一个 说我经历一段时间的焦虑和惊恐 所以这个症状来的时候 我常常想 是不是去看心理医生 那天我上了老师的课 怎么处理自己的情绪 如何处理负面情绪 我思想心理学的这样的名词 确实让我每天更多的害怕和重担 于是我决定 不为我的情绪贴上心理学标签 也不再打算去找心理医生 我想要我 可能是让我暂时的情绪稳定 但邻里的征战是要解决不了的 于是我回转 我回转向神 把所有不饶恕的人都写了一页纸 然后按手在上面 对主说我定义要饶恕 要悔改 要饶恕他们 到了课后的第三天 我明显感觉我轻松了很多 肌肉也放松了 本来就是嘛 你恨人家 把你自己灌在劳动里面 就是晚上也不再有睡眠的困扰 到了第六七天 幻听幻觉也减少了 这是第十一天 我感觉我又回到正常的状态 感谢主的医治和老师们的提醒 所以你看见没有 都不是我们做什么 我们只是一个红粮 把它指导 直到上帝面前 直到耶稣面前 你看他所有的都是 都不是说我们做什么的 而是说我们把它指到神的话语 神的里面 遵耶稣为主上面 好 精神分裂症 这个精神分裂症 他是我们 他是我们21群的 当时呢 我们21群 群满了 所以有一个人就说 哎呀群满了 我们教会有个人要来 他需要帮助 谁能够让个位子给我 这个从来不吭声的 这个 这个桃子妹就说了 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是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 因为父亲也有这病 医生说是遗传 信主后因不明白真理 虽有好转 但并未痊愈 自从学习赵约翰 牧师师母的恩艳辅导 从人本转向神本 并且听了 生命记看辅导群的老师们 所有的公开课 心意更新而变化 也就是思想内容发生变化 被神的话语改变了思想内容 分裂症已经痊愈了 看见没有 所以我要退出群 把位置让给需要的人 感恩老师们的辅导 愿神纪念你们 像这种不知道有多少见证 OK 所以呢 我现在就不继续读见证了 我跟风华老师 我们这里面有一些 就是在我们群里面帮忙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想请他们站起来 风华老师时间就交给你吧 我们培训的有些同工 敬礼 还有那个 对 你们上来了 各位 靠点 你们你们上来了 就我们国内的同工呢 没办法来 但是这两位姊妹 她们从加拿大过来 那我们 我们过去这几年 我们一直是比较车重在同工培训上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网络的环境越来越差 我们不知道这个铁幕 我们就是会不会全部被 就是进入国内的渠道会全部关闭 我花了大量的过去几年 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开拓新的平台 开拓新的 比如我们用过Potato 用过Let's Talk 用过Signal 所有的我的电报 还有Potato 对电报 还有Enigma 就我们能想得到的社交平台 我们都在用 然后把人转移来转移去 而且这些很多我们所接触辅导的 他们其实他们的Education 他们的是很低的 所以要教他们 比如Zoom的使用 要教他们怎么样登录 Zoom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他们不懂得Email 这些东西都要introduce给他们 所以要给他们 就要帮助他们能够登录上来 能够听到我们的公开课 能够来接受我们的辅导 那微信因为这种就是封闭 像我的朋友圈在对国内 是完全被关闭了好多年了 在疫情之前都被关闭了 那所以我们都是注册好几个号 比如QQ号都是好几个号 然后我的微信号也是 所以我的微信 官室个人好友就已经5000了 就是满5000多 所以我没办法 就是一一的这种辅导 是越来越艰难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希望能够培训大量的同工 我们这个施工介绍 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希望我们中间能够产生 愿意来参与培训的同工 我们会有讨核 会有一些要求 不是所有人都适合 我相信你们如果有负担 你们祷告 特别是这种网络的辅导施工 网络的辅导施工 刚才小青姐妹已经讲了很多的好处 但是它当然它有它的限制 就是跟实体是很不相同的 所以我们这个辅导培训的主要是网络的 所以我们对你们的网络会有 技术上会有一些要求 然后我们在 那个就是培训上面呢 我们更侧重的是 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没办法了解 它这个我们所辅导的对象 我们没办法对它有一个整圈的了解 我们不知道它的家人是怎么样 它说什么就什么 我们没办法去核实 那我们只能根据它所提供的任何的资语 就是它说什么 那不管它说什么 那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能够把它带到上帝面前 带到神的话语 那这个就任何来全球帮助的人 我们不是为它解决它周边其他的问题 就是针对它个人的问题 它需要被改 它需要怎么样来直面上帝 它怎么样即使是别人在犯罪得罪它 轻换它的时候 它怎么样能够以真理的方式去 要靠着主大能去回应它的处境 去回应它的问题 然后去帮助它 和按照圣经真理的原则来解决它 它的问题 让它跟神建立更清理的关系 哪怕它的婚姻可能最后是解体的 但是它在跟神的关系是被重建的 所以我们整个圣经辅导的整个核心是建立它跟神的关系 建立它个人生命的成长 把他生命建立起来 成熟更成熟更像主耶稣 能够成为上帝 甚至成为神手中的器皿 能够来帮助 从神啊领受祝福 而且能够把这样的祝福带给他圣经 那我们的同工里头 我们刚好有两个姊妹 所以我想请他们能够来做一些简短的见证 好 谢谢姐妹平安 我是Claudia 我在通行老师的课上学习神经辅导有一年一年多 非常蒙福能够参加到这个时光当中 那我是怎么接触到新生命热线辅导的呢 是因为我自己孩子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在疫情期间突然地狱 然后其实前面也有症状 但是我不懂啊 我不知道 然后还用以前的方法来对待她 那她就是有一个极大的抑郁以后呢 我自己就变得非常的焦虑 非常的有挫败感 然后觉得是个不成功的母亲 有很多的那个挣扎 然后那时候呢 就在网上就是击不择时 去找很多的这个讲座去听 然后也用了很多的方法 但是都不奏效 就是说让女儿呢 反而就是更加的敏感 就是说妈妈我是这样的状况 你应该这样对我 让我感觉好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一个 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 很很感恩就是说 接触到圣经福到新生命热线以后 我进去以后我就跟着分华老师 还有小琴老师在学习 参加他们的那个公开课 就非常的受益 那我收益其中最大的一点 就是我发现是 不是说我要把孩子 养成一个什么样的孩子 不要纠正他什么样的一个症状 而是我自己首先要改变 因为我所有教育孩子的方法 全是自我中心 让孩子按照我设计的那个 道路去走 要达成我想要的那个孩子的那个 那个形象那个目标 就偷出了完全都是反的 就是跟圣经是违背的 所以我自己先要认罪悔改 在课上我就学习自己 找到自己的罪 然后去认罪悔改 然后就是用神的那个眼光来看孩子 这样的话 我整个的那个重担 其实都交给神了 神来担当我的重担 然后我自己也靠着神的恩典 靠着神的智慧来带领孩子 感谢神 我的孩子就是 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自己的生命 他现在也是在一所基督教大学里头 在学境外音乐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知道 很感恩就是说 在进到这个辅导 这个事工当中 是自己的生命要先发生变化 然后我们才能用一个 被神更新改变的生命 去来帮助孩子来改变 我自己是一个器皿 我自己不是主 不是孩子的主 所以我们要放手 把主权交给孩子 交给神 然后让神来通过我们 来做这个更新改变的工作 这就是我非常大的一个收获 也是 我知道也有很多的 这个焦虑当中的父母 也有很多挫败当中的父母 跟亲子关系 有很多挣扎的父母 就是真是要 来到神的话语面前 让神先改变自己 所以非常感恩 辉华老师 还有小琴老师 有这样的好的教导 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 来让神来改变我们 好 我就分享到这些 大家好 我是王静黎 我接触生命纪刊 我第一次就是2013年 我来过福音大会一次 还有 有一次王牧师他们到多伦多 那个恩福 那个门徒培训 说到那个自杀的那个 有简短的介绍 当时就是 就是有点感兴趣 当时小孩还小 所以就没有 后来我自己 就是我的生命中 遇到很多 就是 就是我的孩子 在我的家庭 受到很大的伤害 就是我的女儿 然后我就 像刚才克老角说的 我总是想 就是让孩子不再痛苦 然后按照我的想法 我要让他的人生充满幸福 以前的痛苦没有了 但是我都是用我自己的方法 我自己的 伤观都不对 我认为的什么是幸福 而不是神认为什么适合他 心意的一个 就是他的门徒 然后就自己很挣扎吧 就是刚刚崩范老师 小庆老师发的那些 我是愚昧无知 做了错误的选择 就是 就是 造成很大的苦果 孩子很大的伤害 自己也很伤害 另一个孩子也伤害 就是家庭 就是 分奔离歇 就是很绝望 然后 真的是愁苦不堪 常常以泪洗面 淋淋面很分拙 就是 其实一直都有 老师在辅导 就是 就是我很混沌 就是 还没有智慧 真的很愚昧 就是 无知 很多常识性的问题 就是错误 我都 我都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就是 而且非常的自我中心 我认为我自己没有 去 我对孩子没有要求 学业上面 我从来 你们不想学什么 想学什么 我从来都不限制 我是在 女儿说 妈 你是在这方面没有限制 可是你是用别的方式 在控制 我到昨天才意识到 我是在用我的眼泪 来控制我孩子 就是 谢谢小琴老师指出来 她说 因为 就是小孩跟我说什么 我就反应很大 马上就崩溃 就开始流眼泪 那 她说 那孩子还能往下说吗 所以 我就是觉得 我跟孩子的沟通出了问题 但是我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我的这个醉心 门闭我的眼睛 我真的不知道 我自我中心 我还以为我是一个 挺好的母亲 所以昨天趁我的女儿嘴里说出来 她说 老师问她说 弟弟跟妈妈的关系怎么样 她说 也不怎么样 因为我自己想到 我跟孩子的关系还不错 你看就是 一个自我中心的人 什么都是为了我自己撞 都是我自己的感受 我很痛苦 我要怎么样 那我不知道 我很愚昧 我不知道我的这个行为 其实就是一种 情感上的控制 让我的眼泪 让我的孩子觉得 他们要来听我的 然后 我来掌控他们 所以 作为一个罪人 真的是 我真的是看到自己 真的是一不四处 真的是神 就门了很大的恩典 然后让我接触到这个生命计划的课程 而且通过那个面试 然后我就很幸运的 就进入这个班 学习了一年 刚才我跟Claudia姐妹 我们是同一个小组的 然后我们每一周都有聚会 姐妹们就是老师上完课以后 然后我们姐妹们互相分享 说自己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回应 所以我们学习很多 就是 我要眼睛看一下 然后就是 就是学习圣经真理 其实我自己就是 对真理 就是 就是一个就是读经 没有读懂 然后就是 那个 就是真理的教育方面 教义啊 有些 对我来说 特别大的一个是 自我中心 然后我很自意 因为受过很多的痛苦 所以就很自意 然后觉得很自怜 然后 然后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是 还以为自己饶恕了 其实没有饶恕 就是我以前学的所有的 我知道神要我饶恕 我也愿意饶恕 我嘴里也说 我偷到你们愿意 可是 可是真的饶恕 就是这个 我所认识的真理 和这个行出来 这个中间就是断裂的 就是生命记堂 这个圣经辅导培训课程 好像就为我们搭起了一座桥梁 我知道怎么样 老师教导我们 按照圣经真理 教导我们 怎么样去操练这个 像 比如说我这个 我一听 我就要失控 我就要流泪 这个老师就教我 怎么操练 然后我就赶快 辅导我自己的心 我这样是得罪神吗 是符合圣经真理吗 我怎么回应 对人和事情反应 原来我的反应 全是肉体的反应 现在我还在学习 我刚学课程的时候 可以学习 对别人 教会里面别人 弟兄姐妹 我可以做到 跟以前不一样的反应 但是我在对于孩子 的这个反应上面 我完全没有改变 我到昨天才发现 感谢主 我现在就跟我女儿 说我要开始学习 来怎么样 对真理真的有清楚的认识 分辨圣经真理 然后对真理的应用 要懂得如何 在我的每一个处境当中 特别是我的这个 亲子关系当中 就是跟我女儿的关系当中 去提供 就是用真理去 来用圣经的标准 来看我的行为 然后就 小新老师说得很好 你自我周心 你就看不到别人 这是我的痛苦 不好 不好可怜 但是当你 以神的眼光看的时候 你想到神喜不喜悦 然后你看到你的孩子 他的需要 当我只关注自己的时候 我看不到别人的需要 我就是全世界都来可怜我 你看我多可怜 是的 我原来哭的 我就越哭的话 我就觉得自己越可怜 我就觉得 我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我觉得我这么好 我怎么会要说这样的事情 就觉得很不公平 就很 就是越 就把自己 就像刚才说的 越陷越深 还自己在那里 还很享受 是的 自己享受自己的眼泪 你说我苦不苦 我苦我还不知道 我还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我挺分裂的 所以这个 至少老师指出我的问题 我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 对吧 然后我可以面对我的问题 所以我刚才 我刚才我问了我女儿 我女儿就是她 Lisa 这是我的女儿 她很乖很懂事 她陪我来参加 参加这个 说明记卡 然后我问她 你觉得我上了课以后 有什么改变没有 所以她就写在这里 她说我更加有 对她有empathy 我学会了聆听 我呢是一个话很多的人 我一开始就 哈哈说个不停 所以我女儿说 我开始学会聆听 我真的很感恩 我要以后要 就是说多聆听 然后就是 真的是靠神吧 来归正 归正我的生命 不在自我中心 非常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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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中间 听我们公开课的 名语曲的时候好了 有听到公开课 对 我们每个礼拜五 在宋山里对我公开课 希望你们能够来听 如果你们真的想要了解 如果你有护士工的话 你们来听我们的公开课 对我们应该说 我们的服饰应该会比较 比较 更进一步的了解 然后我们 我们新生命热线公开课 我们新生命热线公开课 我们在Youtube上面也会转播 对 所以上新生命热线 不是 生命热线 那个Youtube频道 那里头 我们每个礼拜五 是这边北美时间 每个礼拜五 我们去公开课 对 刚才我们的两个准备 如果你要进我们的群 可以请他们 对 和那个进我们的 我们所有培训过的同工 他们都是我们的一工 所以他们会帮我们 管理我们的辅导群 他们会帮我们 转播我们的公开课 然后 所以我们的 还有我们在国内很多同工 我们有几十个同工 他们帮我们的信息整理 有些是音频 会转文字啊什么的 他们会做大量的这种 这种转换的工作 然后在 比如像我们记刊的网站 那记刊网站呢 常常会在国内是被屏蔽的 那我们也是开发很多 就是现在最近 我们用的是Hlan 那我们把音频啊 视频啊 然后能够上传到那边 然后把那个链接 有的时候转成二维买啊 给他们 他们可以上码 他们可以收听我的信息 我们 我们很需要 各方面有技术支持的同工 有辅导的同工 如果你们已经接受过 圣经辅导培训练 如果你们有一些这种 这种负担的 或者神帝给你有特别的恩事的 那 有这种辅导画面的恩事的 关怀画面的恩事的 我们是很欢迎你以后加入 但是前提是不是 不是一时的 一时的热心 而是真的有伟生 我们也愿意 接受我们的培训 我们的同工培训 我们现在 以前是 我们曾经 我们好多年了已经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是说给他们一个三个月的 短期培训 后来发觉三个月根本就塞了皮毛都没有 然后就隐藏到半年一年 我们现在其实这一期 像他们这一期其实是两期 第一 对我们用那个圣经辅导的一个系列 就是能如何改变 如何帮助人改变 然后冷静关系 我们还有用那个小青姊妹 他也给我们一些 就是很就是辅导自己 对辅导自我辅导 那所以有很 我们有 我们而且我们还是很practical的 像小李弟兄他是 我们每个礼拜 就把同工培训的学员都分成小组 然后他们彼此要建立 彼此辅导 然后我们有很多很practical的一些课 就是每周都会有跟他们一起的讨论 然后他们各自的见证 他们的 他们自己生命中的一些问题 然后彼此的辅导 然后这样的话 他们后来又进到我们的小组 我们的辅导群 然后观摩 这种方式会帮助他们慢慢的 他们不单是自己学习辅导自己的心理 因为我们每个 我们圣经辅导跟世俗的辅导是截然不同的 圣经辅导是我们是生命影响生命 是见证 不是一套理论 不是一个 一个所谓的方式方法来解决人问题的方式方法 我们不是要解决 我们是生命要被主完全的更新 跟善心建立关系 所以这个是整个圣经辅导文的理念 跟世俗的说完全 我们也不是看那个所谓的模式 比如人家婚姻有问题了 然后世俗心里觉得 或者他们的关系和解了 我们的着重点不是这个关系是否和解 是否不离婚 当然我们是反对离婚 比如我们有宅婚有这些议题 但是我们不是用律法去说你不可以疑问 而是要让他们看到 为什么不能留他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无论任何人来宣求帮助的这个人 我们需要学习把他们带到上帝里面前 让他透过福音 透过主耶稣给他的恩典 福音把他带到跟神和好的境地以后 他们的生命能够在主里头成长成熟 当他们的个人的生命在主里成长成熟的时候 他就会学习重建自己的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 在根基于圣经来重建他们 重塑他们的生命 然后他们的生命成熟之后 他们就成为那个改变生命的契机 就是他自己的生命改变 而且他能够影响他周围的人 无论是他的配偶 他的孩子 还是他的同事 他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什么样 就是他的改变然后带来影响其他人 他周边其他人生命带来改变 这个是我们圣经辅导的一个主要的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介绍 让你们能够明白我们的辅导的理念 然后透过我们的培训 能够接受就是我们的这种 我们的传递的这些 一个是我们自己个人生命 希望能够带来给你们有影响 有见证 然后也是你们在这样的培训过程中 能够来了解我们 我们想要敞开我们的生命给你们 然后你们也能够了解我们跟我们的不是 这样的话才能够沦路到一个团体 我们才能够正式定进主耶稣 然后能够真的能够借着这样的一个辅导师工来帮助更多的人 这个问题 有问题吗 对 像比如说要是想玩申请加入 发生要通过民族这种北京的压力 也就是说看我们是做的做菜 哪里是怎么样呢 大家知道一下 就是我要投入 就是说我应该不再工作了两个人 我们的都是 他们都有工作 他们都有工作 我自己只有十年 我是今年 我是从13年一直是移工 我一直是移工 13年到今年 到今年8月 我才正式跟我现在一起 然后全时间加入生命 做了所谓的全时间工作 但是其实我现在 因为生命的联系治疗营工 其实我现在这几个月 我发挥了在资讨厅当时 也非常非常长 那之前我可以说 反而是我做义工的时候 我花了大量的 可能比全时间的 我们还做多的时间 我基本上是 因为跟国内还有时差的关系 所以我基本上是整个一天 出去就到几天 我一直是移工 我一直是移工 我是2017年的分店 我在离开职场 我以前一直在第二届做研发工作 但是在那之前 我已经有好几年了 做这个工作 就是用自己业余的时间做 因为人家说 我是一姓主是奉献者 但是因为 共化是个单身 他跟我一起来美国了 他奉献的还是悬事点 但我结婚很早 所以我跟孩子也很早 所以我就一直等待 但是准备自己 然后呢 就是你有这个passion 就是神真的给你一个护照 你有这个激情 我就一直做 你看那边 那是我在米西根教育的 干爹干妈 没人经营价位的师傅 他们知道 我就是神护照里 你就在不同的时间做不同的事 我就是做 做到后来 我觉得我不需要 工作 我也关键是 我对我的世界上的职场的工作 我可以做得很好 但是我对它 但没有任何的激情 明白了是吧 所以对我来讲 离开职场 就是一个水上渠成的事 我离开的时候 我还在想 活得很轻松 没转很没转 我还在想 我离开了 他是不是会怀念我 一秒二秒 对啊 我们新生命乐线是吧 就是我们过去 啊 这么多年 我们有很多的文章 有很多的小生命 有很多的 我们有很多的建设 啊 不知道全他们 啊 得到 啊 帮助的建设 啊 那在新生命期刊的网上 然后它有一个 有一个专门的栏 就是新生命乐线 如果能够点开新生命乐线 下面就有 有个文章回集 小生命文章回集 还有就是跟剧组的一些针对性的 有意义啊 成命啊 对 它就会有一些文章 那我们很很抱歉 就是我们的网络还在建立阶段 之前的很多网站 我们开发的会被封 对 国内打开 所以我们我们是 嗯 想尽的办法 我们 我们建了好几个网站 我们的微信已经 那时候被封号 就是真的是 啊 就是一试二试三试 就是真的是 但是后来我们 最后不得不唤起 那个因为我们只要登文章 甚至没登文章 一个号注册了 就弹枪了 就被封了 所以 呃 最后我们用 采取其他的方式 感谢神武 我是花了大量的时间 在 在这些方面 还有就是 公共奔讯上 对 但是说实话 我说一句有名对话 对 就是我们越做 我们对神的话 越有信心 就发现 就打个很简单的比方 就是以前 你会 呃 觉得神的话 这句话 他是这样说的 我要这样信 但是 从来没有见过谁 像这样就变好 你心里还有点 没苦 像 我不是跟你说了 有一个弟兄 到我们这个群里面来 他说他一年十个晚上 一年十个晚上 不睡觉 都要崩溃了 然后呢 他说的就是 到我们群里来 我们训练他 说睡不着觉 只要你不焦虑就行 没什么了不起 上个家上 你不睡觉 你就安安静静的 不住身边倒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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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睡不着觉的 根本问题是焦虑的 对不对 然后呢 他就像这样操练 操练在时间 操练就好 心不清 宝子的话 很多得严重的禁止问题 就是一年十个月 你最后就开始出现幻灯状 你想想 你到最后你就崩溃了 他就这样他就坚持 后来 然后看完了以后 你就发现 我以前 人家如果跟我说 他十五天睡不着觉 我害怕呀 如果医生说 你吃大量的静静剂 我都不敢吹声啊 但是现在我们就有健身 有什么样的健身 你就看见他就是 他就是在上面 安安静静 他不交流 他慢慢就安静下来 就读圣情 就安静下来 刚才那个先 谁先举手 OK 你说 我不大懂 你们的QQ 跟VQ 是怎样 operate的 那你怎么样 保持每个人 扶导的隐私的问题呢 非常好 他说的 这是怎么样保持隐私的问题 我们是说 只要你愿意在群里面说的 你就可以在群里说 如果太隐私了 我们给你成立一个小群 小群的话 我们一般是这样的 我们三个附道老师 另外加一个我们带的这个徒弟 就是这样的 一两个徒弟 谁关心他带手 小群里面讲隐私 大群里面 只要他愿意说的话 我们把他打包的时候 就把他所有跟个人信息 有关的信息 全部屏蔽掉 然后就打成包 分到其他群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 把个人的信息疲蔽掉 几乎人的问题基本上都不一样 明白 你只要不说他是多大年纪 他跟他孩子具体是什么样 人家通过读信息 读不出来他是谁 就可以了 而且因为在网络上有一个便利 就是保护眼神是很容易的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用网名 对 甚至我的培训的同工 有很多 他的实名真的是什么 我也记不住 但是他愿意敞开的时候 愿意内战的时候 是另外一个事 或者是出现危险 那你当然要是 比方说有个很简单 我一般是不接电话 因为你知道我们的朋友都是成千上万 然后他又在世界各地 也就是说他随时可以给你打电话 24小时的任何时间 都有人可以给你打电话 所以呢 人家跟我打电话 我不直接接的 为什么 一接就没有 但是有一天我没打断接 我的电话在我跟前 视频亮了 亮了我一看我的天 满屏都是血 臉上 鼻子上 鼻子都打断 接完了以后 鼻子打断了 我一看是中国国内的 我就跟他说 这种家暴必须通知 马上 所以马上 我在我们的群里发通知 某个地方现在有严重家暴 实体教会的基督徒 需要帮忙 马上我们就recruit了几个人 这个是不能隐蔽的 因为万一打死人了呢 所以就是说 有时候如果是犯罪的行为的话 我们要告诉他是不可能的 比如知道自残自杀的行为 正在发生 我也是 那时候我紧急通知实体的教会 到处联络 尸体的教会 及时的介绍 那这个是有必要 这个我们介绍很多 其实在过去十年里头 做了大量的探索 所以我们需要 在国内我们也是有一个 家庭教会联络的 就真有什么时候 可以联系到他们 地区来的 我们也是做了大量的 这种建设的工作 现在在北美 北美我们有联盟 对 对 我们目前是一周一次 一周一次 一般我们都会选择是周末 但是我们 那个小组的讨论 一般会选择周间的晚上 那所以他 就是说上课的时间 是因为我们要配合国内的 所以上课的时间 我们一般是 现在都是礼拜 最近我们都是礼拜一 对吧 之前我们是礼拜六 对 礼拜六早上 然后他们礼拜六晚上 然后这个是上课的时间 然后我们有周间的讨论的时间 它至少要有两 一周里头 一个礼拜里头有两次 一次是根据跟着网络上课 另外一次是小准 两个小时吗 不止两个小时 不止两个小时 上课就差不多了 一个半半 上课是周末的 周末的 上课了还要做作业 对还要做作业 对 对 就是周间还要花一点时间做作业 对 要花一半两个小时 对 对 差不多 所以一个礼拜 差不多要有四个小时 然后你还有其他做功课的时间 那 公开课呢 跟公开课是不是有关系 没有关系 公开课是 公开课他们很多次来参与护士 帮我们转播啊 帮我们 对 对 公开课有一个多好事 也是一个半小时 公开课一个半小时 对 一个半小时 对 公开课是星期五晚上 对 公开课因为你 你尸体交易 星期五晚上有事的话 你就不能上 你就 在海外 你可以看YouTube 对 对 就是说 那次我要再加公开课 就是类似吗 对 对 对 但是我们没有硬性要求 公开课没有硬性要求 但是 如果你真的想要辅导 你真的是要学 他说是 violence regulation 就是您最开始秀这个 他说 他说我们的二维码进不去了 我不知道 不是 就是你好像秀过两个二维码 在最开始讲 什么第二个 第二个 那个不要 那个有些二维码进不去 没关系 是因为我们很多网站都被关了 那是我们之前做的 这个 这个是就是同工培训的 这个是我们同工培训的报名片 那里头有提要求 你把表格整个看下来 印出来 看下来 你会知道那里头有一些要求 比如写个人见证 比如像个人见证 比如像个人见证 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 一个点凭个人的见证 大量的时间 小蕾弟兄弟 对关键 非常的那个 而且 他们的见证 最后一个个都刊登在 我们生命集团的平台上 非常好的 对 这个是 今年 明年 因为我的身体的缘故 我的身体的缘故 小蕾弟兄想慢慢 慢慢节奏 但是 他是说两周上一次课 那没关系 就是两周上一次 和他四周第一位 有顶屏作业 其实还是 每周会有 今天你们的小蕾弟兄 这些他比我知道多 培训是他在管 我们第一年主要是上课 第二年是实习 所以不管是上课还是实习 都会有做作业和小组讨论 因为我们做辅导越做越发现 因为你想人家都会觉得 凤华和我和小蕾 小蕾其实是一直跟着凤华 是学生一边学一边做 所以他其实他很蒙福 就是他跟着我们 就是接受最好的培训 是吧 我跟凤华老师 我们俩自己都准备了三十多年 你想我们俩都是九零年来美国 一来美国我们俩都受到很严格的门徒造就 一直这些年就是像这样 就是按照圣经真理在生活 所以他不是说你一下学一点什么绝招 然后就拿一点花拳秀脚就怎么着了 它其实是有基本功的 它是你要有生命的根基 对 你要对真理足够的把握 然后你才能够 你自己生命也有感觉才能够 对 这个二维码有问题 是因为这个好像投眼基础的问题 它的变形 对对对 对对 没问题 学什么呢 就是我们会学首先辅导 我教辅导自己的心 然后小磊和凤华会教辅导他人 基要真理那些东西 对 辅导自己就是我教的那个有十几次课吧 反正每次我就教你你怎么去辅导你的情绪 你所有的东西 其实人是这样 情绪是个好东西 上次我就说 情绪就是暴露你自己的内心世界 所以我们会教你怎么去分析你自己的每一个情绪 人说实话 这个人呐 工程干什么什么都比管自己的心要弄 管自己的心其实最难的 就是要明白自己的心 国内怎么上课 国内就是通过zoom上课 怎么收到公开课的 公开课你问一下 我们这两个Claudia这个姊妹 你们把你们到 都是一点的平台电报的号或者什么号 给给金林姊妹和Claudia姊妹 他们会把你家到我们都不到 那我们每周会有公开课有什么 我们都会通知在我们都不到 对 好不好 你们如果想要 想要那个 参加我们的拍课 想要什么 好我们就到这儿